欢迎收听 从已开始说 从已开始说 大家好 我是李从已Charles 大家好 我是Queenie Hello Queenie 你之前是在帮人家介绍仲介工作的吗 是吗 对 我有说错吗 没有 对 那你看了很多的人来来去去 你自己当时对自己的职业设定是什么 我觉得我说来话长 因为我跟老师一样是外文系 然后我是主修偏日文 所以我觉得这个外文系的毕业都会有个迷思 就是我好像没有专业 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 所以我其实是边走边探索 所以我觉得我蛮幸运的就是可以转到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有专业性的一个工作 你所谓的专业性指的是什么 HR的领域 走到那个人力资源 对 可以接触到 因为我们也要考证照 对 然后才开始 那时候也是那时候开始接触心理学 因为我们需要考一些 智商或是心理的 OK 专业知识这样子 所以HR你也有一些 这个专业的征兆可以拿是不是 有 而且它是国家级的考试 蛮难考的 那时候好像听说通过率只有2% OK 我考了4次 真的啊 对 国家级的考试我好像没听过 以及技术师 有这个 我不知道 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也有 公司有让我们去拿那个PMP的这个证照 但就是当年也蛮难的就是 它是用英文考试的 后来过几年之后就变成有中文了 那可能稍微容易一点 我们那个年代还是要用英文去考 然后还要上机 就是在电脑上面考 好像考托福一样 所以以前我对职场的设定好像就是 我就会作为一个 往职业经理人的这个方向去走 但也没想到 走到一半好像自己就 转一个方向了 你有想到你自己会 转业吗 或者是放掉原本的工作吗 当初没有 我原本设定的就是进了这间公司之后 我就会一路做HR 本来我是在顾问公司 所以我那时候有想说 那我之后转职 可能就是跳到企业去做In-house HR 本来是这样铺路的 对 OK 好 今天我们就来谈一下 这个职业生涯 跟转职的一些契机 然后我们现场有一位来宾对吗 对 他是 他是松城杂粮的老板 松城杂粮的创办人陈振柜 陈老板你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Oliver 阿贵 阿贵你好 阿贵你原本是 在你的科业上你是学什么的 我是电机工程 你电机工程 在台湾念的吗 还是 我在大学是在台湾念的 然后之后在美国也是念电力电子 也是电机工程 对 后来你有进入到这一类的领域吗 工作上吗 对 算类似 对 因为我之后回来台湾也是在那个 一个日商做那个业务工程师 对 所以要是看那个离离子电池这一块 所以也会有跟那个电池相关 是相关领域的 老师他第一份工作是我介绍的 他是你介绍的 他算是我的Candidate 所以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在学校认识 一个目标吗 一个志向 当初是想要就是走这种再生能源这一块 现在不是很夯吗 对 台湾也是走绿能 走这个再生能源 因为那时候也是想说那是个趋势 对 所以才想要往这一条去走 对 走了多久 走了两年半吧 有两年半 那后来发生什么事了 因为那个Queen 你介绍的工作不够理想 我觉得会让我想转 其实我当初进到那个 那个企业的时候 我其实就有个创业梦 你本来就想创业 我本来想创业 可是我不知道我做什么 有创业梦想 但是不知道要做什么 对 所以我当初是自己设定 要在那边待五年 对 想说磨好自己 然后再创业 OK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要有低筒金吗 还是说磨练更好的经历 还是什么 磨练经历 然后培养一些资源 对 就找到一些资源 然后低筒金也是 所以你当初要创业之前 是准备把这个经验 当成是后面的这个创业的资本 但你应该创业也是跟这个相关吧 当时如果是 以照那个时候的规划的话 那时候想创业真的是毫无头绪 就完全是 对 我就是想要start a business 就是我自己的 对 但是完全不知道要做什么 对 但是我想说来这 来这种外商的话 可以学到比较多 可能是与厂商之间的沟通 或是如何管理供应链 或是那个商业拜访 日商耶 对 日商在我的印象当中 Creeny之前也是日商嘛 对不对 日商在我的印象当中 是福利大育都还不错啊 然后他们对于那个 你看那个日本职人 一路进来就开始干到 二三十年退休 三四十年退休的 一路干到底的 对 因为他们以前有一个 叫终身雇佣制 对 所以他们很照顾员工 对 对就是希望他可以做一辈子 对啊 嗯 所以福利很好 那这样子的这个待遇 福利你不要啊 应该说那 那样的工作的环境 嗯 是不错 但就是我看到十年后的 我就是 就是可能在那边工作十年后的 前辈 OK 我发现那不是我要的 Lifestyle 你看到的工作 老师 因为日商很多应酬 这个是重点 哦 这样啊 对非常多 也是业务很多应酬 女生可能不喜欢 男生maybe喜欢啊 I don't know 不喜欢 没办法 会家庭适合 啊 OK 那些应酬可能会让家庭适合 没有主要也是因为你待越久 你的报告越多 对 对 然后你可能非国外的 又更多 对 所以我自己当初是希望我的工作 到后期是可以越做越轻松 嗯哼 责任大没关系 但是要有过有那个选择权 Greater power greater responsibility 你怎么会怎么可能会越来越轻松呢 做应该说那个可以支配的时间 主导权应该要自己多一点 对 这是我那时候自己想要 我未来的工作是这样子 你的意思是说 后来做了两三年之后 你发现还是没有变得更多的主导权 对 反而是更多的就是报告啊 然后一些拜访啊越来越多 然后也是可能也遇到了一个贵人 嗯 对他在职场上有个贵人 就是push他赶快离职的一个贵人 对 那个人是 我非常感谢他是我的一个主管 你的主管 对 反而他希望你离职 对他就 蛮想要把我塑造成他的那个样子 OK 因为我们去那间日商 等一下等一下 你说你的贵人是is in a bad way 是不是不好的 OK 好 这边不好说 OK 对他就是会想要把我塑造成他的样子 但是 我就不想要变成他那个样子 哦 对那他就跟我讲一句说 我觉得你不适合这个职位 哦 他直接这么明白的告诉你 对 那你当时有什么感想 我就说好 那我就 喂 你就这样说好 我没有跟他说好 我心里自己跟说好 那我要自己当老板 哦真的啊 对 一般人 像Queenie你在看到这么多的candidates 他们来来去去的 一般人面对到那个 呃 职业上面有困难有挑战的时候 你会怎么建议他们 呃 我觉得这边刚好 我也想分享一下大家转职的原因 其实 呃 因为我们公司其实蛮有趣我先说一下 就是大家以为 以前的公司 对之前的公司 因为我们有点也是类似Hunter这样子 嗯 那大部分人可能会以为我们是分产业 嗯 你说分产业比如说电子业一块 对或者是说 传产一块这样之类的 对或是 比如财务啊 或是这样子去分 哦 以功能而分 功能对 食物类型 那我们公司很有趣是我们分男生跟女生 哦 对因为大部分 呃因为我们客户比较多都是日商 那日商比如说在台湾可能科技业会找 工程师啊 业务就会比较希望是 比较prefer 嗯 男生 那比如说秘书或是内勤的职务 会比较prefer女生 是 所以我们内部会这样分 那我刚好两个部门都有经历过 嗯 对所以我有一阵子才会就是都是帮 科技业找一些工程师业务这样子 嗯 对然后我就稍微收集一下大家 转职的原因 但我发现男生 也不是说女生就不会有这样子的转职原因 但可能他们会 男生比较会多是在有 希望更有挑战 或是说 西枝福利 抬头上面要更上一层楼 嗯 或是有一部分是对工作的满意度不够 嗯 对但女生比较多都会是在 嗯 希望有更平等的升迁的机会 嗯 嗯 然后或是说 结婚有小孩之后 嗯 想要比较有弹性的工作啊 或是说希望可以去照顾到家庭这一块 嗯 然后再来才可能跟自己的职业的目标的发展有关 OK 嗯 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 但你说的就是劳方的想象 资方就不太一样 对资方就不一样了 欸那不知道老师以前担任高阶主管 嗯 常听到的可能大家想理智的原因是什么 还是都 你是说资方的立场吗 对啊 那一般大家都认知是冠老板嘛 对不对 当然希望那个员工能够尽量的输出啊 尽量的 我站在同一个立场 同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可是很难啊 因为大家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这个立场 就会有不同的想法 好比说我以前在当员工的时候 呃我都会认为那个就是没事就回家不要加班嘛 然后那个周末最好也别加班 可是以老板的立场 我去北京以后最常利用周末了 周末要不就是来写这个呃做这个预算 因为我们是上市公司嘛 定期的这个主管都要做一些财报的预测 然后要不就是周末都会拿来做team building 要不就拿来上课 嗯 所以当时自己也是呃 主管带主管职 但是也算是员工嘛 我们也是打工的 所以心里面也会觉得很不能适应 我怎么从台湾来到这里的 这里的那个工作环境还是更有挑 应该说挑战嘛 更令我觉得不舒服 嗯 那以老板 后来我自己慢慢在带团队 我也发现 那不然也没时间啊 他们平常周一到周五 也必须要面对客户 也必须要有自己的工作时间 好像只有周末更合适一些 所以好像也是一个没办法的 那所以立场不一样 嗯 所以你看像阿贵 你从自己本来是员工 你现在自己创业当老板了嘛 对 你有员工吗 有 也有员工 你自己身份的转换你觉得如何 嗯 确实有时候会就觉得假日 可以使用 OK 对 不过会 因为自己之前也是 员工 所以有时候也会站在她的角度想 嗯 所以假日我们都是 Option 就是都可以 OK 尽量就是 也会从员工的角度去思考一下 对 嗯 好你刚刚说 Quinny说是 女性一般来说 希望更弹性一点 对 男性希望挑战更多 应该说 薪资待遇福利更高一点 对大部分 嗯 那你是为了什么转职 我 老师我这边其实想要先分享一个 我觉得 我们以前可能常会觉得 男主爱女主内 嗯 对所以可能就是 会有这个寂静的印象就是觉得 欸好像女生 比较适合 呃要接雇家庭 对 或是比较需要去做到这一个 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是很两难 我觉得现在女性 很不容易的是 我们会面临到的 呃 对传统的婚姻啊 家庭 会有一个梦想 嗯 对 好像要把这个家庭顾好 然后但是身为现代 就是很多都是 呃 career woman 嗯 所以也会期望自己有一个 自己事业上的一个梦想 嗯 对所以会夹在这个矛盾 对 当中 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 也有经历过一段孕嫁 那孕嫁的时间 我其实就在思考这个 就是我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够同事 用我两个梦想 你以为是见他出其他吗 哈哈 三个愿望一次帮助 这就其实很难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 女生吧 我觉得又会有一个生理的压力 嗯 对所以在面临到 30岁大观 通常都是讲30岁的时候 就会有这个 进退两难的状况 那我不知道男生会不会有 嗯 你说到30岁的 对 30岁还是 对我而言还是个小屁孩 哦 我当年我自己啦 嗯 可能呃 那个时候也没想太多 就是把工作做好 我到30岁的时候 应该呃 也有一个小小的主管的title啦 嗯 那想的都是怎么样 才能够更更往上爬 机会更多一点 我30岁大概是呃 2000年左右吧 2001 2002年 那个那个阶段 那个阶段正好是 Dakam在兴起的时候 所以我当时看到那个机会是 哦 原来就像好像现在是AI的时代嘛 然后比如说像以那个 啊 环境产业来说的话 是绿能的这个产业时代 那看到有个新兴的产业升起来了 当然会希望能够占一点机会啊 尤其我们那个年代有好多的网路金童 金女 应该说金女嘛 反正就是 因为这样捞了一桶金的 嗯 就总以为他们年纪 有的都比我还小 嗯 都可以赚这么多钱 我自己心里面也好想 那 没有办法去创业 但至少能够 进去这样的公司 嗯 所以那个时候的想法是这样 哦 所以你也是蛮早之前就开始想 自己的一个质押的规划了吗 蛮早的 应该说我是有设定啦 嗯 能够 如果以抬头而言的话 就是一路能够往上爬做到管理制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 嗯 因为我刚好前日听了那个 刘萱的Podcast 在讲一本书 叫做男人的四季 对 他就是把男人分成春夏秋冬 嗯 那春大概就是 出生到青春期 然后 夏的话比较长 大概就是17岁 青春期开始 然后到可能45 四四大概这个阶段 秋的话比较就是成年的末期 嗯 对可能到六十几岁 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 冬就是晚年了 嗯 六十几到八十几这样子 然后他有提到一个概念是说 通常男人在 嗯 青春期 大概十七八岁 这个时期 大学毕业或是当完兵 刚好是一个里程碑 就会找到 会想要找到自己的目标 嗯 在社会上的定位 或是说找到自己的梦想 这个梦想甚至包括 未来老婆要怎么样 可能会有一个设定 所以就蛮好奇 设定没用啊 有设定又遇不到 也可以这样说 所以老师你这边 嗯 我意思是说你说 对老婆有个想像 有个设定 我想像老婆设定 智琳也没用啊 就是你也遇不到 但是工作是可以 工作上是可以 可预期的 就是我今天多努力一分 有可能明年就是 年终可能会多一点 或者是我的业绩 会强一点 嗯 那老师你那时候青春期的时候 还有阿贵 你们那时候想到的梦想 是什么 然后现在距离这个梦想 你们会给自己打几分 就是靠近梦想的那个比例 会几分 我先说的话 如果是我啊 17岁啊 对啊 你知道我觉得台湾的 学生蛮辛苦的 17岁的孩子照理说 不会想那么多 嗯 我当年也没有 我当年只是对 就想说如果能够把书读好 满足家里的期待 也就可以了 根本不会去想 我觉得国外像 像在美国的话 这个思维可能就会成熟的更早 17岁18岁 他们在想要不要进college 就大概会确定我这个 一个辈子我可以从什么地方去走 要不要创业 大概他们很早就想 那我觉得 我不觉得台湾的学生17岁会想 当然 我说的是我啦 但是还是有一些人是提早去构想他的人生 但我是没有 你要问我 我只会跟很 现在很多大部分的年轻人都一样 耸耸肩 I don't know 阿贵呢 我自己其实 那时候设想的就是可以 穿西装打领带 帅帅的在那个新衣区上班 那不就是日系的 对 所以那时候 日本职人的这种 那时候已经达成了 可是到了那个 到那个阶段的时候 发现 那个又不是我想要的 真的啊 对 原本你的想像竟然是一场 实践以后是一场 就是 虚有其表 真的吗 是因为你那个工作 让你觉得有点压力是不是 应该说就是 我刚刚说的就是主导权 主导权不够 而且他大部分都是在maintain 对 我觉得 没有什么 那你当初怎么会选电机 念 为什么会念电机 对啊 因为在台湾如果还不知道念什么 念电机 就是至少钱比较多 OK 对 那要考得上才行是吧 所以念电机是一个 对 以当时的那个 就 学业来说的话 是一个好的方向 就是父母的期待 然后念电机 感觉社会看你会 也比较好 如果同一个学校 然后念电机 就比较好 你都甚至去出国念研究所了 可见的你对这个职场的 这个career path 应该是蛮清晰的才对啊 也没有 我其实还没有那么的solid 我的path要走那边 但是我就觉得走这条至少不会二肚子 OK 然后至少社会对我的期待 对我的观感 或是我父母对我的观感 会是好 对 那你现在走到夏天了 春天过去夏天了 你对夏天 你怎么去 你怎么去转到你现在做的这个松城杂粮 你是这个 是电子商店吗 对 那个电商品牌 电商的品牌 对 这里面的产品有哪些 你可以说一下吗 主要是以 因为我们主要是主打80度C的低温烘焙 对 然后我们全部都是无调味无添加 我们是想倡导原型食物这种饮食概念 对 然后另外我们有一些无添加的冲泡粉 像黑芝麻粉 杏仁粉 骨粉 然后现在也有一些无添加的花草茶 然后黑豆茶 那目前主要在构思就是以礼盒为主 因为 以什么为主 礼盒 对 例如说以中秋节为主 大家可能都会送月饼什么的 但是月饼 我不知道老师 老师 如果你家里已经有十盒月饼 我再送你一盒月饼 上次你送我的那个杂粮 我其实已经吃完了 而且我太太很喜欢 因为他平常就喜欢补充那个 Nuts 对 坚果类的 我觉得很棒 那至少是一个 一个另类的一个选择 那你刚刚说那个月饼 大概十盒 里面要九盒半 九盒应该都送人比较多 对 就是会被转送 可是当你今天如果送离的人 发现我送你的东西被转送 那感觉就是不太好 所以我们是想要提供给消费者一个 就像您说的刚刚不一样的选择 对 而且送坚果至少它有效期限长 OK 对 送离比较不会有压力 对 那你是怎么接触到这个的 是因为跟家里有关吗 还是跟亲朋好友有关 坚果 会想要走坚果 一开始是因为太太 太太的原因 因为那时候会想创业 其实是因为她那时候 半年内长了14颗子宫肌瘤 对 然后我们去 去往下去找原因 结果发现就是她那半年 就都吃超商的东西 就是很多 速化剂 太多加工 加工 过度加工的东西 还有添加剂 化学添加剂的东西 对 我才想说原来这种东西 会对人的身体 那么严重 性那么高 一般人 一般人如果探台有子宫肌瘤 先生可能也不会去研究说 应该要吃什么坚果类吧 你怎么发想到这里 没有那时候会主要是想要 然后上导原型食物这种饮食概念 whole food 因为那时候在美国 whole food 就是都吃这样子 对 然后 要找什么东西要创业 其实我一开始先跑到那个Costco 然后你就会看到坚果器一定会在第一排 对 那我就觉得这有市场 对 那再来就是要怎么去做差异化 那刚好家里本身是做杂粮类的批发 对 对 然后就是有跟家里人讨论 但是家里人 以前是传统的这种销售模式是不是 对 就是在可能类似迪花街这种 这样做销售 南北货 批发这样子 对 那当初也是跟家里人说 要想做电商 因为那时候在美国 其实电商已经很红了 对 因为我是2018年创业 没有你说whole food也是那个传统的retail 对也是 但是我就是想要用不同的方式 然后用不同的品牌经营方式去定义这个杂粮 所以我才特意叫杂粮 对 因为当初我取教松城杂粮 很多人会说你这样感觉有点 就是有点local 就是有点 嗯 因为它其实本身就有营养价值 对 只是我们习惯吃太多加工的东西 对 对那它其实是好的 我想把它拉高一点层次 嗯 所以我想用我的品牌去赋予它这个价值在 那你们仍然保有这个门店型这个retail吗 就是零售的这个门店吗 你说我们家还是 所以你们你自己的品牌下面 目前现在有一个实体门市 也有实体门市 有一个因为主要还是要给消费者有信任感 OK 对 是也是可以去现场去体验去吃看看 对对对 那但是主要销售都还是以线上为主 以网络为主 你这个蛮神奇的 从一个电机的领域跳槽到做那个做电商 对 昆尼你有看过吗 这好像是我们以前在说那个台积电的转职去做卖鸡牌 对对对 你有什么想法 老师但是你也跳很大 我呀 对啊 你也跳蛮大 但是我应该是 我比较不一样 阿贵还年轻嘛 阿贵才三十来岁 我是差不多临界中年的时候 我才离开 中年 所以老师你那时候是有发生什么中年危机吗 你说我呀 对啊 我其实就是在那个公司里面职场上走了二十年 嗯 我觉得累的啦 而且有一部分像那个阿贵提到的就是 那个产业 倒也没有像日商那个常常需要拜访客户 不要说花天酒地 就是那个 就是常常喝酒啊 什么倒也还好 因为资讯业不需要这个 偶尔陪客户吃饭是要的 但那个不造成影响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 对自我的一种探索吧 懂觉得好像一直都是在为别人打工 一直想说要能够离开这样的环境 那当时四十几岁 因为正好大哥在推广Satire模式嘛 也就这样阴错阳差 就这样转业了 所以我的过程很多人也会问啊 因为毕竟在矽谷待了一段时间 然后也那个职业也走到一个阶段 很多人都会说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子放弃 我倒没觉得是放弃 我倒觉得是有一个新的门打开了 哦 那个门是什么 就是唯有人生有一个体验的新的机会啊 就像阿贵现在做电商嘛 跟你过去的这个产业环境完全不一样吧 完全不一样 对啊 你觉得 除了这个朝九晚五不一样以外 还有什么地方是最不一样 是主管心态 是这个老板心态吗 我觉得最不一样的是我时间可以自己安排 对 对 然后我想要 例如说我想要开发个新的产品 或是我想要弄一个新的策略 我都可以自己做主 对 对 就是我觉得我获得最多 那如果有像你这样background的人 你会建议他们怎么做 他们想转业的话 你觉得这个里面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你说从原本的职场上 然后转到创业 对 当初其实我也是蛮struggle的 就是第一就是不安定 因为 你就收入不安定 对 因为那时候也有房贷 对 然后再来就是 你不知道你做不做得成 对 那再来就是别人怎么看你 因为那时候蛮多负面的声音 别人怎么看你啊 什么意思 就是大家会知道你离职 然后要创业 很多人就会来教你怎么创业 所以这只如果大家之后要创业一定会遇到很多创业神人 很多人会指手画脚的 对 然后你假如大概讲他说 你真的这样真的不行 你应该怎样怎样怎样 对 那我 这个会对你有影响吗 一开始会后面我是 我自己 也有去上一些课 是上一些 例如说做 因为我当初要做品牌 就去上一些品牌的课 对 那那个老师还不错 他就也有点出这一点 他说你如果要做品牌 一开始一定会有一堆品牌大师 教你怎么做品牌 对 然后他说你其实不用管它 你就做自己的 对 因为你成罢与否 他也不会跟你有任何关系 对 对 对啊 那之后就是 就先做了再说 嗯 对 但当初有设停损点 嗯 比如说亏损多少 或是 亏损2亿的时候停手 我也希望有那么多资本 只要当初我觉得我还年轻 然后我的背景还不错 然后英文语言程度也不错 就算失败了我还可以 有一口饭吃 对 但是如果到目前 如果我已经有小孩了 要我再创业 我就不敢 OK 这个阿贵倒说了一点 蛮重要的点 很多孩子都会问说 我干嘛要念这么多书 对吗 我干嘛要 那个很多人不是 那个中途辍学了也去创业吗 他们也不是过得好好的吗 可是他们都看到大家成功的一面是不是 但忘记了如果这个失败了 他是不是还有能力去养家糊口 阿贵刚刚说到一个重点 那至少背景还可以 然后去找新的工作也应该不成问题 嗯 对 所以我觉得他选了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创业的方向就是电商 嗯 对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帮企业增采的时候 其实很多 就是这几年 很多都要找品牌行销 嗯 然后要有实际操作过 打广告啊这些的 嗯 或是分析 因为如果从广告公司出来 他们其实大部分都在做战略分析 对 你所谓的战略分析指的是 就是比如说你要从什么方向去做 线上的广告 线下的广告 然后怎么进行去做这些 比较偏向企划 那实际要打广告超品牌 然后要有转换率的 嗯 这种经验的人很少 嗯 所以当时我也跟他讲说 诶你选了一个不错的方向 就是这个绝对不会找不到工作 就是你要再回到企业的话 其实你也不一定要走回科技业 那这个其实也是蛮 应该说企业蛮需要的人才的方向 嗯 那阿贵你自己有在做自媒体吗 因为我发现现在电商街 好像很多直播卖货的 对不对 对 你会吗 我自己没有碰直播这一块 因为我觉得要看你的品牌调性 对 对 假设你的品牌调性是你想要 像我们自己的坚果品牌 是以 算是比较高消费族群 嗯 我们直播这一块比较不去配合 因为直播或是团吗 很容易就是 特价特价特价 你说杀价为主 对那会来跟你买就是因为你的特价 对 而不是因为你的品牌 OK 对那我想经营的一个是 你是喜欢我这个品牌 我的商品的人 嗯 对 那我会全心服务你 嗯 对那你如果只是因为价格而来 那 没关系 就一次课也OK 嗯 但我不会追求这种 欸但阿贵你说那个坚果杂粮类的 这一般都是圆形啊 这会有 这会有加工过的吗 哦 市面上很多都是什么 蒜味的啊 哦 枫糖腰果啊 OK 你说就是加味的也算 也算是加工的 因为那就是人工添加剂嘛 对 对啊 那其实会造成腰果的热量更高 那你说这个没有加味过的是那个flavor就够吗 大家会有吸引力吗 那就是烘焙的温度跟那个时间参数 还有那个圆豆的挑选 老师这有点像咖啡 对 现在很多人就是喝习惯重烘焙的咖啡 那重烘焙的咖啡 呃就是很容易看不出那个豆子的品质 嗯 对因为它已经被通常被已经烘到黑到可能发亮出油了 嗯 对到处泡咖啡 但是如果是豆子比较好的 它可能拿来做比较浅焙啊 嗯 那这样可能比较豆子的品质如果比较好 它再做浅焙的话 其实就喝得出来那个咖啡的品质 嗯 就跟坚果也是一样 对是一样的道理 嗯 OK 所以这个我是觉得也蛮特别的 因为我很少听说这个 因为我去Costco也会买这些坚果类的 嗯 然后也都是有加盐的 对 或者是加一些调味的 那不调味的 一般人会不会有一种抗拒心态 这个不好吃我不想买 其实早期我那时候 18年创业的时候会有人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以台湾来说 现在开始那种健康的这个意识有越来越起来 嗯 反而很多人都会直接来 会因为我们是完全无调味无添加 对 然后他们可能也会担心说 那会不会不好吃我 那所以我们其实有一个安心订购政策就是 你打开吃了 你觉得不喜欢我们免费退换 哦真的啊 对 这个有点是什么 试吃免费的概念 就是对我们自己品质的一个自信 对 那你这些原料都从哪里来的 从各个国家 因为像台湾 台湾本来没有产盐果 对 对所以 台湾都没有吗 台湾没有 台湾都没有 对 所以是从国外来的 对 像以前我们在美国都会吃 对 就是杏仁啊 或者是那个Walnut 对 各式各样的坚果都有 对 所以也是都从国外进这些 是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是 Almond跟Walnut 还有一些其他的 对不对 那个还有什么 Pecan 那个胡桃 胡桃 都是这些的 对 这个市场好吗 还不错 还不错 对 你们有竞争对手吗 很多 我不知道这个区块 最大的就是万岁牌 OK 这是Local的品牌 对 但是他们也是走价位的啦 是不是 他们就是走实体零售的那一种 然后 对 以量大 然后价格再去胜 这样子 OK 所以你们会挑这个食材的来源吗 因为你怎么去把关这个quality 从那个大盘上那边进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选 因为每个坚果 例如说腰果 它其实就有分等级 casual 对 它每一种其实都有分等级 对 对 你说的等级是大小等级 还是quality的等级 跟quality都有 都有 对 那其实你如果市面上吃那种 比较便宜的低价 它可能就是造比较低价位 然后可能做油炸 或者给你加个味道 反正你也吃不出来 对 嘉宇你怎么看 就是从电机系转来做坚果 然后做电商 在你的那个辅导的这些 不要说辅导 就是你看到的这些candidates 他们在职场转换 这样一般来说 会顺利的多还是失败的多 我觉得其实真的像以前 我们在看履历的时候 有些人他是创业过 然后他可能真的失败 所以他回头想要再回到职场的时候 很多企业是不接受的 他们会把这个看成是一个空白 对 因为他真的就是用成败去论英雄 所以我会觉得蛮可惜的 台湾的企业的 这样讲好吗 就是感觉不太 真的不太接受失败 就是如果你今天创业失败 他就不会承认你这个资历 但是他不会去看到说 这个求职者他经过这个创业 然后他经历到这个失败 他从这个当中获得什么 是可以发挥在下一份工作上的 比较少企业组会去看到这一个 因为认为这一段好像时间你脱轨了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可惜 但是这样子的人才 其实我觉得他们有很多很不容易的特质 或是说即使是下一个工作 跟他之前的创业是没有关系 但我觉得都有很多可以看见的职员 但是一般来说你自己出去创业 再回到职场也很难了 第一个我觉得他们可能要重新适应 要被人家管 对 也很难了 对 但是我觉得其实真的还是可以再去思考 就是怎么去 现在孩子也是一样 我觉得我想到也是 如果今天孩子不适合进到一个企业工作的话 那我们可以提供给他什么样的舞台 对 你说男生有这个四季 女生也有吗 女生也有 而且不太一样 对 因为男生的四季的话就是 夏天就是17岁到45岁大概是这个时候 女生的大概从17岁到60几岁都在夏天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蛮有趣的 就是不太一样的差异 因为男生就是刚刚提到有那个中年危机 对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危机也不一定是只有男性才有 因为他这本书其实也有提到说 在我们每个春夏秋冬四个阶段里面 每个阶段他其实会有四到五年的一个 一个重叠的转换期或是过渡期 然后这个过渡期就会让我们去思考一些 会经历一个内心的转变 对可能会去检视过去或是说 对于未来的期待啊 梦想去重新的去做一些规划 这个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在每个阶段都有可能会去面临到的 对所以也是我今天想来谈谈这个主题 就是其实好像大家在转职的时候 有些人可能刚好都在经历这个转变期 但他们可能没有发现到自己内在有一些声音出来 那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声音 因为其实那个书里面有讲到 他说如果你在这个阶段忽视了这个内在的声音 他在下个阶段还会出现哦 而且可能会变得更巨大 就像我记得第一集我在跟你谈 那个转换职场跑道的时候 对 我记得我们不是有提到说 当我今天觉得在这个职场上不自由 然后我要换跑道 我自己出来创业好了 很多人就不知道该选择什么 他就选择了一个 好比说我随便说啦 没有什么歧视的意味 就是我去可能去开个超商 然后开个咖啡厅 或者是说这个开个饮料店等等之类的 那这些其实有一些地方是蛮有利润可图的 可是因为毕竟也是红海的嘛 很多人开你必须要找自己的特色 那我也听过有朋友就是说 他从原本以为可以让自己更自由 陷入到另外一个更不自由的境地 对 这个变成是一种这种两难 很多人就会在这里有好多的犹豫 我到底要不要自己去创业 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嘛 尤其像阿贵刚刚说的 我很想创业 但我不知道要做什么 这个该怎么去看这些机会 我知道很多的那个加盟组 有很多的这些机会啦 对啊 一般都会怎么鼓励人家去看这些创业的机会 我觉得要回到内心的渴望 就是你想要什么 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人就是内心的渴望 说我想要赚钱 但是赚钱 那就去赚钱啊 那就是如果你现在想要是赚钱 我就会说 好啊那你就是以 因为想很多人来 他会开很多条件 他要什么样条件的工作 会写一大堆 对 然后我们可能丢给他这个工作 他就会开始问说 那我要的这些条件有吗 一个一个真的是那个checklist 在那边打勾 在那边核对的 我可能就会问他说 那所以你到底最想要的是什么样的工作 有些人真的是看不到的 对 或是他现阶段他就是想以薪水是最有限考量 嗯 那你就去吧 就是你去找 问题是我薪水考量 但我还是不知道可以做什么呀 好比说 比如说我去开一个 开一个那个饮料店 可能一个月月收 我不知道多少了 假设月收50万好了 好那看起来好像还不错 所以我就会去去开一个饮料店 但我忘记前置成本 跟人力成本 跟自己要参与的那个类的工作 我把我自己的这个 其实应该获得的薪水我都没算 嗯 所以弄进去扣除掉这些成本 好像也没赚多少 对 很多人是这个状态 很多人看不清楚啊 对 像我自己哈 在成立公司的时候 因为以前在上市公司待过 我觉得有一个学习就是 懂得看这个财务报表 P&L 就是Profit and Loss 你会去算一下 我这么做这件事情 我能够撑多久 嗯 好比说我在成立长尔兔的时候 我一定会去算 我要开多少堂课 我要请多少老师 我要请多少人 我才能够让他顺利的 一年一年的能够营运下去 我要是不去想这个 大概以我过去在上市公司的经验 大概你 你没有多久你就会慌了 我不知道像阿贵是不是也有算过 要去算一个损益平衡点 对 对因为我觉得这是很多人要创业前 他不知道这个东西 所以有些人可能就想说 我咖啡厅我店面就是要很漂亮 对 然后地点要好 可是他没有发现 他那个省意平衡点 他每个月可能要营业八九十万 是 才能够cover 对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 因为这个是大数据分析 不是我们故意讲 就是最多人想要就是开咖啡厅 对 那最容易离场的也是咖啡厅 对 其实老实说我都觉得开咖啡厅的人真的蛮勇敢的 我说真的 你看那个东区的咖啡厅 你光看店租你就知道 比如说一个月的店租可能小店面大概一二十万就跑不掉了 那你要卖多少杯咖啡 那里面的成本 你大概随便算一下 我算一算差不多一个人的薪资 你赚到一个人的薪资也差不多 我们自己在估那个店面的那个 例如说老师刚刚说的 如果店面二十万 你营业额至少要抓两百 我们都是抓乘以十 OK 对 这样抓会比较过得去 差不多这个比例上是这样 对 你看一个月要卖两百万的营业额 那咖啡要卖几杯 一杯两百块你要卖个一万杯 一万杯 一万杯你说分三十天 你看我们都是商业头脑就开始在这算 对 一个月要卖一万杯的话 那三十天 对 大概一天要卖个好几百杯至少 对啊 对那好几百杯等于说我要有上百个客人 而且你旁边如果有一间Seven你就不用卖 对 那倒也未必了 真的想喝这样咖啡的人 可能就会跟Seven区隔 但我觉得像阿贵开这个松城杂粮 你为的是盈利 我觉得这个目标很明确 跟我还不太一样 因为我常常被人家质疑说 老师你们开这个应该要免费啊 应该要便宜啊 不要以赚钱为考量啊 但我觉得人在位置上不一样 考虑的就不一样 我们考虑的通常就是我要怎么生存下去 是 对 所以会有这个面向 我不知道像你和阿贵你在经营这个电商 你会不会一开始就是把品牌的生存 作为第一有限考量 对一定要能够生存下去 才有办法再去拓扎才能成长 对啊 所以一开始真的是 因为我们讲就是生存期 成长期 然后稳定期 对 通常创业最难过的就是那个生存期 生存期 对 像我有的时候就以前被人家说 老师你怎么满脑子都是这些数字啊 都是钱 这也没办法 我觉得我也是过去有这个惯性 一开始就会想到说 那这样子做会不会撑不久 这个我觉得是很自然的 这个也是可以供大家想要创业的人一个参考 懂得去看懂财务报表 对这蛮重要的 其实蛮多人都想要创业的 因为以前我们常会有 学校邀请我们回去分享一些求职的 比如说面试啊写履历这些技巧 那当时老师就跟我讲说 他问了系上的同学 我们外文系嘛 他说那大家毕业之后想要做什么 他超过一半的人都回答 我要开咖啡厅 真的啊 对 对就是那老师当然就是满脸问号啊 就是说为什么你们来念外文系 可是你们的目标 或是你们的梦想就是在开咖啡厅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值得去探索的啦 就是大家可以去看看自己到底 或许在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渴望想要满足 但我们要怎么去看到我们内在的这个渴望 或者怎么去更加认识自己 可以找到自己的这个人生的方向 然后提升对工作的满意度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模拟一下啦 就是换位思考一下 我记得我以前在台湾工作的时候 我曾经去跟老板说 老板为什么不福利给我们待遇高一点 然后大家人才不会流动这么多 为什么不教育训练多一点点 让大家能够学习到更多的知识 老板为什么不给客户降价多一点 可以拉到更多的业绩 老板为什么不做这个 不做那个办公室搞得像人家那个高科技公司一样 又有咖啡厅又有装酬间 这样子员工的那个commitment会更高 老板说要不然我投资你 你来开 当时我就想不通 这个老板你太不负责任 这是你自己的公司 我只是建议你 但是我完全忽略了 老板的心态完全不是这样 对 没错 所以你看我们单从一个面向 做员工的总是希望更好更多 但是老板就像阿贵刚刚说的 我连生存都有困难 对 那更何况那些没有受到很大融资的 这些中小企业 像是公司 像那些科技公司 他们受到那个投资人的青睐 就有很多的资金可以烧 最容易的就是烧别人的钱嘛 对 风投来投 反正看好你他投了钱 我就烧 烧了几年秤不下去 他又换一家公司 经理人又可以走 但一般的自己创业的这个公司 没办法这样 对 没错 对 老师那我想好奇 我一下那你会给现在的年轻人 什么样的建议 就是如果他们目前在自己的工作上 没有办法获得满足 然后又离不开现在的工作 或是担心即使离开 也不知道就是下一份工作会不会更好 现在的问题可不可以解决 对 那两个刚好都是创业者嘛 就是对于这样子的年轻人的话 会怎么建议他们 要离开吗 还是自己创业呢 还是有别的路呢 我曾经上过一堂这个高阶管理人的课 他说这个你作为第一线的就是高阶主管 比如说像CEO或者是这个总裁这一类的职务 或者是你是创业人 自己是开公司的 你就要有一个决心 就是当今天你要抱着可能会跳楼的决心 那你如果没有这个决心 你就不要来搞这一场事 就是你不要去创业 当然他说的严重了一点 那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也是有道理的 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大的决心 其实当职员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 他少了一点点的风险 多了一点点的保障 然后毕竟做职员他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保障 不一定要所有的人都创业 所有人都创业 没有人当员工了 那找到自己的定位吧 那当然如果你在职场上比较痛苦的话 去看看我那个线上课程 第二的职场沟通课 可以获得一点点这个舒缓 就是知道怎么跟人家应对 跟自己连结 那不然来课堂外上上课 我觉得也是让自己更了解自己 因为很多人在工作的时候忽略了自己要什么 刚刚像坤尼提到的你到底要什么 很多人不知道 那其实我们在讲Satir的那个冰山的架构 真正你要的东西都在你的内在的渴望里头 当然我这样说大家可能不太明白 有机会去上上课大概就能够知道 那我不知道阿贵你是怎么看 我觉得像刚刚那个坤尼有聊到 就是有些人不知道自己 我自己有一个叫做睡醒指标 就是你每天早上睡醒了 睡醒指标 就每天早上睡醒 你如果发现你 我要去上班了 然后今天是礼拜一 礼拜五什么时候到 那你真的可以换方向 就是可以转职 或是找其他出路 对 那你如果早上起来 然后发现 太好了 我要准备开始做这件事 那代表你很适合做这件事 什么意思 就是你是 我每天都很兴奋的起来 应该说就是年轻人很常讲 早上叫醒你的是梦想 还是闹钟 对 如果是闹钟的话就不适合 我觉得不一定要是梦想 可是至少是你是开心 我今天是礼拜一 我要开始做这件事了 对 对你是有点开心 就像我跟Queenie 是无偿的来做这个Podcast 每次还是很乐意来这里 我自己是很乐意啦 我就觉得 我也觉得蛮好 蛮开心的啊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它是值得你去做的话 你就不会一直怨对 即便是这是无偿的 你也觉得很爽 我就是一个人生的实现 对 你说的是这个 对 那如果你每次起来 然后觉得这件事 什么时候结束 就代表你其实根本 无心在这个东西上 那其实你做久 你其实只是在混日子而已 对 你说的这叫睡醒指标 睡醒指标 OK 对 那刚刚讲到的那个 给他们什么建议 我觉得就像刚刚老师说的 就是不一定要创业 对 其实这样志愿也蛮好 我以前也会想 但是人家这样跟你说 大家大概你听不进去了 对啦对啦 对不对 但其实就是在于 我觉得真的可以去上那个 从业老师的那个工作坊 我自己也有去上过 就是真的可以去了解 你真正内在渴望的是什么 对 不然其实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甚至我在上 老师那张课之前 我其实也不知道 OK 对 只是我在目前在做终成长 那我自己是开心 我是早上起来我是开心 对 那我自己上了那些课 然后自己挖下去之后 我发现我自己的渴望 其实就是在于 陪伴家人 有时间陪伴家人 但是因为终成长 这个事业可以让我有 这样的时间分配 对 所以我现在做这个我是开心 因为它可以让我达到我 我的渴望 对 对 那坤妮那你自己呢 你对职场有这个目标吗 你的渴望是什么 我对我现在来说 因为其实我会离开前一份工作 也是因为我之前通勤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对 所以我常回到 从台北回到桃园 通常都是孩子 可能吃完晚餐 准备要洗澡睡觉的时间了 就是跟他相处的时间非常的少 然后我觉得也差不多 想要把重心引回到自己的生活圈 然后多花点时间再陪伴家人 对 就不想有遗憾啦 我觉得这个遗憾就是不想错过孩子的童年 所以我现在考量的方向也是 我想要多一点弹性 但你有这个条件 很多人不见得有这个条件啊 对不对 很多人想放掉 我想要专心照顾家人 他可能没办法 对 可是老师我跟你说 我也不是那种可以整天在家照顾孩子的 你说你自己嫌不下来在家里是不是 对 我觉得应该是说陪孩子玩这件事 如果时间太长我也没办法 OK 我没办法整天在那边想说 像我看到我一些朋友 就是会一直规划带孩子去上什么课啊 或是要怎么样想一些活动 或是手做 手做一些东西 或是跟孩子一起DIY 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 这样子去陪伴孩子那么多 一起做一些东西 目前还是把他们都送去上学了 这些时间我也可以用来 安排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 因为我送去学校 其实我也会蛮早去接他们 所以老师可能也会很尽量说 啊 你们那么早来接 对 甚至有朋友说 你送去那个学费这么贵 就应该送好送满 最后一课再去接啊 我说没有 可是其实我也想照天接他们回来 多陪伴他们一点时间 那他们去上学的时间 我也可以做我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确实是 蛮可以达到一个满足 刚刚前面讲到的那两个梦想 我自己是觉得中年以后转职 然后每天我觉得是第一个自由 第二自己想做什么做什么 就是就像我录Podcast一样 我自己觉得很好玩很喜欢 想做我做 然后那种心态有点像是 但是我不再为了跟过去一样 就是积极赢赢 为了抬头 为了金钱 那我觉得这个会某种程度的去解放 当然还是要有一些这个运营的概念 不然公司企业还是没办法生存 还是要有一点 但我觉得比以前好多了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觉得你的心态上像阿贵说的 每天早上醒来是不是很愉悦的想要去做今天的工作 今天要录Podcast 明天要去这个单位演讲了 后天要这个上节目了 这每一天都有这些让我期待的东西去做去玩 我觉得就很快乐 那伴随而来的就是额外的这个金钱跟利益 我觉得这个是 不是以金钱为目标考量 但是它伴随而来就有金钱的利益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最后阿贵你对于这样的这个工作形态 你自己project五年十年 你要去做到什么样的这个程度 我其实自己有规划就是 除了松城杂粮以后 我自己有想再多创几个品牌 你还要多创几个品牌 对但我最后是想要成立一个类似 创业教练的一个单位 就是辅导人家创业 对帮助一些可能想要刚创业 或是没有头绪的人给他们一些方向 因为像我早期一开始我有去上一些课 可能就像Queenie刚刚有讲到 他们就教你一些策略布局 但我就是那十几二十万 你叫我策略布局下去我就没钱 是 对所以因为我自己是做起来的人 那我会想要让我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他们在最一开始草创期生存期的时候 他们就是需要钱 他需要转单他需要订单 那刀口应该划在哪边 对去帮助他们 让他们可以知道说有个正确的方向去走 因为我其实当初会想要创业的一个目的也是 我想要帮助别人 Be a giver 可是我发现其实你今天如果不是个什么咖 你讲话其实没有什么影响力 OK 对 现在是个咖了 现在没有那些小咖 至少可以被来 来从一开始说这边 是个咖了 是个咖了 好 所以你是希望能够成为是一个给予者 多去辅导别人 尤其是年轻人创业 对 对吗 这个梦想蛮不错的 这个也会让你得到快乐吗 会 因为当 因为我的那个base 就是在我前面已经有几个品牌 然后 云运的 营运的很好的 所以我不用去担心我的金钱这一块 对 那我可以更放心的去Be a giver OK 好 真好 好 Quinnie呢 顺便最后也总结一下 你在哈拿的 你看到的五年十年 还有我们今天的访谈 好 我的五年十年 我现在开始是从一个零的阶段开始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的第二个人生吧 第二个人生 上一集我们谈到那个怀文的第三人生 这个现在是你的第二人生 对 虽然我不是男生 但是我之前可能也会有一点面临到快要中年转职 你还 OK好 对 老师我跟你说年纪尤其对女生来说其实很现实 对尤其是快要到那时候三十几岁的时候 我觉得在职场上 我觉得就已经快要到一个 对老师有点不礼貌 就是就感觉会到一个转职的顶了 就是不好转了 不好换工作 除非人家来挖脚你 不然其实你要转的时候 其实很多企业还是会看年纪 会的 会的 所以我说中年危机也是这样 你越走到金字塔的越顶端 你的机会就越少了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去看见在每个阶段 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然后顺便 我觉得在这个旅程 应该说这个职业 或是甚至说是我们人生上的这个一个旅程 可以边去看看自己内在的渴望 还有怎么去满足自己的价值观 就是你在转职 或者是说追求梦想的这个同时 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你在不同的阶段 你自己要怎么去满足自己内在的渴望 然后即使像身份或是说有一些框架 我们必须不得已要去配合这些要求 或者是说必须要去给一些期限 比如创业也好也会给自己设一个底线 对那女生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 比如说年纪的设限 说我几岁之前可能一定要进入家庭 或是要怎么样 那男生可能说不定会给自己一些职务上 抬头的目标的设定 就是无论去到何处 可能我们在我们人生这个 这一生当中 最终可能都还是希望是快乐的 幸福的 这是我觉得是最终的目标 那我想到那个 又说一次江振臣工作美学里面的书 他说小孩子跟他说 我好想要跟你一样成为米其林的大厨 江振臣跟孩子说 当一个快乐的大厨就好了 快乐的大厨 比米其林大厨来的更理想更高一些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 在思考转子的时候 或许有时候可以多听听自己的声音 然后把目标放在最终 就是我们要一个快乐 然后可以绽放自己的人生 好啊非常棒 阿贵最后有没有什么要给想创业的人 或者是又要补充的吗 给创业的就是 想好了就去做 但是就是听孙典先设好 OK 好非常好的建议 谢谢阿贵 那个松城杂粮的创办人 陈振贵阿贵 来到我们的现场 谢谢 谢谢 从一开始说 今天先聊到这儿 剩下的下次再说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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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